好好努力啊 听师父的话 我告诉你们 你们记住了 菩萨就在我们身边 身上不管有什么毛病 人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 要好好地学佛修行 好好地念经 要记住了 只有菩萨才是最慈悲的 有时候我们一定要 好好地跪在菩萨面前 要好好地忏悔 记住了 能够灵验的事情 怎么会发生的 记住了 多忏悔 你一定会灵验 希望你们好好地忏悔 听得懂吗 好了 谢谢大家了 记住了 好好地学佛 要爱国爱民 对不对啊 你看看 台长给你们做了 很好的榜样 一定要爱国爱民 一定要遵纪守法 一定要好好地 把中国传统文化 弘扬下去 好好地把佛教的精髓 要传承下去 你们一定要好好地 给自己的孩子 做个榜样 我们这一代 要好好地做个榜样 我们的下一代 才会拥有的人意理智性 才能懂得怎么样孝顺 否则的话 你们的孩子 都不会孝顺你们 你们这么贪然 你们这么样不懂事情 你们对你们的父母亲 都这么严酷 你们的孩子 会孝顺你们吗 一定不会 所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好好地学佛 就是一个孝道 就是能够让自己 更好的 能够陶冶自己的情操 让自己的境界更高 希望你们 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 好好念经 好好学佛 好好修心 记住了 菩萨就在你们的周围 你们周围有很多菩萨 好好地相互帮助 好好地相互 能够一起学佛修心 多念念 多念念经 多看看八卦佛法 师父经常会 发生给你们加持的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卢君洪台长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 卢君洪台长 世界佛友见面会 祝大家学佛精进 法喜充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